唐委員、董事長、各位主管、各位夥伴 大家早安 好 身為一個資訊開發人員 我像在旁邊我很緊張 身為一個開發人員 我們最基本要具備的東西是什麼 鍵盤、電腦、螢幕、滑雪 還有人老 我大概是大學三、四年級的時候開始寫程式 那時候敲著鍵盤看著螢幕上面的輸出 覺得好像很有成就感 我寫的第一個程式是九九成發表 可是有一個人呢 我覺得這個是人的機遇不太一樣 國小一年級 用畫的把鍵盤畫出來 用手指在那種畫出來的鍵盤上面去模擬出來說 他的Output 就是很複雜的演算法在他腦中裡面去浮現出來 那個人生實在是太不公平了 看你的頭跟他的腿有一點大感 真的喔 那個16歲的時候各位在幹嘛 那男生應該是忙著打 打杯嘛、打中球嘛 然後女生的話可能就是 認真讀書不被考慮 可是有人16歲創業 創了一個台灣很知名的公司叫資訊人 那一樣人生實在是太不公平了 好 去年這個時間點 當全世界買不到口罩 不知道口罩去哪裡買的時候 台灣出了一個填查 在幾天的時間之內去做出了口罩地圖 將它變成是一個開放資料 拜唐委員所示 我已經寫了一個城市去抓了一個口罩地圖 但是呢 如果沒有唐委員 我也是寫不出來 好 OK 那我希望 接下來我們把時間交給 那個IQ比我高一點點到180 那是升高 升高 升高也比你高一點 史上最年輕的行政運的政務委員 還有那個最勇敢做自己的航空委員 掌聲鼓勵 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已經看到桌上有數位麥克風 數位就是好幾位的意思 我們是正有九位政務委員 所以都說數位 不是數十位 那所以大家隨時拿起麥克風 就彼此可以開始問問題 因為我理解到今天其實不是很實際的一個演講 我也沒有什麼PowerPoint 也沒有投影機等等 所以大概就是大家想問什麼 然後我就回答什麼 那剛才董事長已經問了很多很棒的問題 那有一題就是我想也在這邊稍微repeat一下下我的回答 就是我在服務在行政院到現在大概四年多 但是在此之前也有兩年多的時間 我是作為專案顧問 是在蔡宇林政務委員的辦公室工作 那在2014年底 一路到現在 我一直採取的一個方式 當時有一個講法叫做公僕的公僕 就是我們公務員是公共服務員 跟各位一樣都是服務員 是服務全民嘛 那我就是服務所有的公務員 所以任何公務員他需要任何的數位的技術 幫助他節省時間 幫助他增加品質 幫助他重建戶性 那這些就是我的工作 但是我絕對不會去下一個指定 然後說你一定要增加品質 但是是讓他爆肝啊 或者是降低戶性啊 就是這種用一個換兩個 用兩個換一個的事情 我是絕對不做的 而是說確保我推出來的任何東西 都是對各方都好了 那這樣子的做法 當然在就是我們 跟立法院的關係裡面 也是比較少見 因為常常行政院要推一個政策的時候 立法院現在有四個主要的黨團嘛 那所以至少有三個 就會有不同的想法 那但是因為我是採取這樣子的態度 所以在深化民主 在連結國際等等的這些事情上面 其實每一個黨團 大概都是同意的 而且事實上他們現在也簽了一個 開放國會的這樣子一個聲明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可以說是這一方面的做法 在每個黨團看起來 其實是來比他比另外三個 在這方面做得更好 更進步更前進 而絕對不會有好像說 雙方互相矛盾 或四方互相矛盾這個情況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 我們在台灣就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都覺得說我們防疫 不能夠犧牲掉我們的民主 我們的參與 那我們要做 當然像假訊息危害 這個是確實的 也是要處理的 但是不能夠犧牲掉我們的言論自由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讓我工作起來非常容易的一個地方 那也很高興能夠繼續用這種 所謂選美一邊展 那公普的公普這個方式 幫公共服務來做服務 好 那以上是比較類似像是開場了 那接下來大家想問什麼就問什麼 其實也不一定要想說 一定要跟公共服務有關係 我回答不出來 我就講答不出來 那有什麼關係 可以一起想一想 那只有開場 大概就到這邊 有四十五分了 應該差不多了 好 那這樣子就 好 好 來我先來提問好了 好 好 陳委 那我想我是嘉欽老師 因為剛剛在配客社會 先跟你碰面 其實你的第一句話 公普中的公普 其實令人滿感動的 因為在所有的政壇裡面 要談公普是很多 但是要談到公普中的公普 其實我想你是第一個 所以這個是令人敬佩的地方 那我要問你的問題 不是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在座的 有很多的父母親 小孩子都差不多是八九歲 這個年齡 甚至是更小 因為從你的教育過程當中 其實你是在小學的時候 就因為學校的過程 然後自動辦自學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是不是說 除了自學之外 父母跟您這邊 是怎麼樣去吸收對外的知識 然後能夠讓您成為 現在目前到這樣的一個階段 那這樣的一個學習的熟慮 對你來講的話 它的優點跟缺點在哪裡 可不可以分享我們在座的 每一位的爸爸媽媽 他們很 搞不好很希望 他們還是跟你一樣 能夠自學 因為他們不想讓孩子 再去補習 上課 被老師邊打邊罵 所以這個呢 是不是請正門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 如果是八歲的小孩的話 那就是我們十二年 過教新課綱的第一屆 那這個其實是蠻有意思的 因為我們在實驗教育這邊 就是所謂的自學自主學習這邊 我們努力了大概十年左右 那整理出一些 可能國外的思潮 不一定那麼適合台灣這邊的 又或者是我們本土的這些想法 哪些適合哪些不適合等等 那大概在實驗教育界之語 我們國民教育就有點像 研究之語開發了 這樣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們經過十年左右的 實驗教育三法 以及之前的公辦名義 等等的方式 是確實是整理出一整套方法論 那就是我們現在 在生理國家課綱裡面說的 自法互動共好 這樣子的素養導向教育 那所以我們其實新課綱 可以說是已經把我當時 在自主學習的時候 幾乎所有 那就是像我母親 她當時在中子小學嘛 是的 不管是跨年級的這種 就是實作課程 探究課程 或者是說 校定的必修跟選修 那又或者是說 讓小孩實際走入社區 那不一定要用社團 或第八節課 而是直接用她想要解決 在地的這些社會經濟 或環境問題 來當作她的capstone 就是她的學習的目標啊等等 永續發展啊等等 那所有這些其實現在都已經變成國民教育的一部分 所以可以說是當時的研究是已經完全就是商轉了 完全已經回到環境教育裡 所以現在如果我再回到校學二年級的話 我也不一定會在家自學 因為現在在體制裡面的教育實驗 尤其是如果家長有興趣去更多的參與學校的課發會 因為每所學校現在都有她自己的課發會的話 那其實她可以爭取的小孩的空間是非常非常大的 不一定要到實驗教育這邊 那第二個是說 我覺得以前就是在我家裡 我受比較大的影響就是 我爸那時候跟我說 就是完全不要相信任何權威這樣的標準答案 包含她講的這句話在內 具有反身性 她比較自豪是她會用所謂的數量理方法 就是任何時候我想要爭取什麼 或者我想要分享什麼等等 她都聽我講 但是她不會說這件事是對的或錯的 我的想法是對的或錯的 她會說你之前講的這個前提 好像跟你後面講的這個接不起來 或者是說你這個斷言 好像只有在某些情況下成立 而不是在所有地方都成立 所以可以說是她是不去壓過我的這個判斷 但她會不斷地讓我需要justify 就是需要講清楚我的判斷 那我只要講得出道理 那最後當然都可以彈出一個很不錯的成果 我如果講不出道理想要用鬧的什麼 她完全不理我 所以意思就是說這個是對思考的一個很好的一個協助 就是自發就是要自己找到那個方向那個目標 那所以我會建議說就是你越把小小孩 就算才八歲當作另外一個大人看 就好你的朋友跟你一來一往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她就越會成熟的很快 而且會願意為自己講的東西負責 那你越去把它當作小小孩看 那到最後她就用小小孩的方式去跟你互動 這叫兵馬俄效應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怕小時候就是對我很大的影響 理解 好 謝謝政委 好 大家接著請 昌宏 好 我是負責王明跟柔望的昌宏 那我這邊的問題其實也是對您的成長背景有非常大的這個好奇心 那我相信我也碰過非常多自學 或者她的這個所謂IQ聰明是非常這個分數非常高的 那我覺得我另外看到一點就是您的這個高EQ 就是我看到非常多次的質疑 那你都不會去針對這些質疑有什麼 就是動怒或情緒上的起伏 甚至都會把最後的所有的問題回歸到議題的中心 那我就很想知道就是什麼造就你會有 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思維 或甚至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心境去達到這樣子的成果 是 很好的問題 我的興趣其實就是所謂的擁抱小白 小白就是網路上面比較白目的這些朋友 就是比較碰人生攻擊 講一些酸言酸語 PH值低過0 等等的這群朋友 各位是做食品的 PH值是可以低過0 所以其實我日常的興趣就是去看這些討論 然後去跟他們互動 所以我可以說是看到幾乎任何字眼 我都是抱持著一種欣賞的 原來中文還可以這樣用的這種態度 這也是個梗 這蠻好的 所以可能也是因為我之前在蘋果做了六年的Siri 那Siri就是任何人對他有任何攻擊 他都必須要很幽默的 他必須要一笑置之 所以我們在做Siri的過程裡面 因為我做的是Siri的多國語言 我們就看到各種各樣不同的文化 那種就是人生攻擊 或者想要讓Siri有反應等等 所以我們也要確保說不能教壞小孩 因為很多小孩他一開始對話是跟Siri在做對話 來學習語言的情境 所以我們要讓Siri是一個又有成熟又有幽默感 等等的這樣子一個人格 因為這樣的問題還找了很多詩人 劇作家來Siri的那個小組 所以我覺得在那個時候就讓我有個感覺 就是所有這些情緒性的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語料 就是語言的材料 那我學會之後 我就對這個語言可以怎麼應用 在詩學上面可以怎麼樣子應用 就多了一層了解 那因為把它當作研究的材料 所以就不會對那個研究的材料動怒 那這個情況我覺得也是我覺得可以鼓勵大家 就是你在看任何讓你不舒服的這些批評等等的時候 試著去想一想 所以在這裡面 因為他會花那麼多時間來 就表示他覺得這個很重要嘛 所以也許他覺得重要的那一兩個字 那一兩個小部分 或許還是值得很認真的去回應 那其他的部分就把它當作發育詞 或者把它當作類似就是裝飾品 等等的這樣子的做法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就比較不會去被那個情緒所牽動 我是負責HR的Peggy 從剛才即使是只有三題兩題的問答之中 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您 是很正向在看待每一件事情的 不論是說公僕的公僕 或是面對網路小白 但我比較好奇的是 是什麼樣的狀況讓你會如此的正向 你的信念跟價值觀是什麼樣的擁有 所以才會有今天這樣的產出 所以我比較好奇的地方 我保持正向很容易啊 就是睡夠睡八個小時就可以了 有一個標準的一個做法 那我想昨天應該是睡了七小時五十七分鐘 所以就不是完全正向 可能有一趟 沒有這個完美的啦 那但是我是覺得說 確實就是讓自己心裡有抑鬱 是非常重要的 我常常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可以說 比較醒來就有一些創新的想法 或者說在白天可以選每一邊站 不會被某一邊就是攫取過去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可以告訴自己說 其實我晚上有至少八個小時 完全是留給自己的時間 那如果我就是白天急著下什麼判斷 或者我看什麼資料的時候 急著選哪一邊站 那這樣反而我就休息不好 但是因為我在白天 我可能所有email都回完 我所有要消化的資料 我都事先掃描在哪裡 但是有一場段留給自己的時間的時候 一些就是比較讓人不舒服的 想不清楚的 彼此真有對立衝突等等的這些題目 八小時醒來之後 就整合成一個holistic 整合成一個全體 那我也常常跟我同事說 如果碰到真正很困難的事情 搞不定四五個部會 有非常多種不同的看法的時候 那我就要加班 就要睡到九個小時 那之前有看一個電影 叫做天能 那是我去年唯一不去電影院看的 那個劇情真的非常複雜 所以我看的時候完全沒有去理解 就感受它而已 因為他說要這樣看 但是我看完之後 因為是看午夜場 看完之後就睡了十個小時 那一醒來 就所有的劇情都了解了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當加班的時間夠久 醒來就會重新把那個負能量 然後變成一個正向的能量 對對對 大家都要開始加班 鄭瑋 你好 我是郭主的一燈 然後我想要請問你 因為在看了那個TVBS的看板人物 然後有一個地方讓我非常的驚嚇跟驚喜 就是說我們要去改變一個生態 那是不太可能的 可是你創建了一個奉茶APP 然後在一個小的地方 先讓它先做起來 然後讓那個地方能夠創建 能夠有重生的機會 有一些文青的東西能夠進來 那可不可以請你分享 就是說為什麼你當初要這麼做 那那個用意是什麼 對 謝謝 非常好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來澄清說 不但奉茶APP不是我寫的 是Circute Plus 這個團隊寫的 我只是怎麼講 當他們的看板人物 而且那個也不是 沒有問過我 就是環保署那時候 拿我的那個照片 之前有一個攝影師叫江海維 幫我拍了一系列照片 我們用CC授權 就是拋棄掉一部分的著作財產權 所以大家都可以拿去混搭 拿去二創 所以環保署的小編 就是弄了一個我的照片 然後說唐鳳 然後這邊弄個茶壺 叫做唐鳳茶 然後換成鳳茶LPP的logo 然後變成唐鳳茶 那肯定還不錯 觸及率蠻高的 但是他從來沒有我 之前那個客家委員會 什麼唐鳳過台灣 沒半點錢 什麼腦泡羹田 腦泡羹田那個也沒有問過我 所以意思是 我是把自己當作一個素材 那當然就很容易變成說 好像什麼都是我寫的 什麼都是我做的 並不是 是人家把我當作一個看板貼在上面 那口罩地圖也是如此 那像當時是台南的吳展偉 然後還有接下來江明宗 然後疾管家的Frank 就是HTCDQ團隊的專業經理 這些朋友 那都在第一時間 就二月六號的時候 就投入這方面的開發 那我的工作其實就很剛剛說的 只是去協調開放資料 用每30秒一次釋出給他們來使用而已 所以也可以說 我們不但是公圃的公圃 那也是我們這些公民的技術者 公民科技的這些開發者的公圃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做法 都不可能照顧到所有人的需要 當時口罩地圖大概有 一百多種一百四十多種不同的實作 那如果是政府來的話 絕對不可能每一種都照顧到 那而且如果是政府做 立刻就會有人說 那視障者看不到地圖怎麼辦 那視障者推出了之後 沒有美羽的版本怎麼辦 那有了美羽之後沒有阿美羽怎麼辦 就是沒有辦法 永遠做大家一件事情 那但是當我們是把這個API 就是機器對機器的資料 開放出來的時候 那你想要美羽 想要阿美羽 就自己去找朋友 寫一個就好了 那這樣它的創造的空間 才會開啟出來 所以縫長也是如此 就是在環保守當中 本來就有飲水季的經緯度 等等的開放資料 但是是一直到 所以QPLUS團隊參加總統 被黑客送 就我們每年舉辦的 類似像是公司 設協作的這樣子一個平台的時候 他才能夠去真正發握光大 因為以前大家看這些經緯度 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現在變成像寶可夢 可以打卡換金幣 蒐集什麼在地的地圖 然後還可以換在地農產品 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些題目的時候 就讓大家發現說 原來這個水庫 不是只是裝水而已 它可以是破關 玩大地遊戲的一個道具 那你連續完50天之後 這個習慣就改變了 所以這些都不是我的創意 我只是給有這些創意的人 一個被總統頒獎 然後承諾說 不管在哪一個小的地方 他們一開始是在大道成 那一旦得了這個總統 黑客森的獎盃 獎盃就是一個投影機 只要一投影就會把總統 頒獎給他的畫面投影出來 所以是神主牌 就是怕要跟任何地方政府協調 稍稍把總統投影出來 那地方政府就不能不聽他的 那所以我是設計這樣子的機制 但是不是說裡面特定的APP 是會做的 好 來 不要客氣喔 好 Ellis來 那個唐委員我想請教的問題 就是可能跟剛剛各位幾個問題不太一樣 就是因為我跟之前的董事長 也是兩邊在兩岸跑 那我想請教一下說 像這次疫情來的時候 那其實有一個想法是 個人自由跟公眾利益其實是很難拿捏的 就是因為大陸有一個叫隨身碼的一個軟體 那它是可以隨時 健康碼 對對健康碼這個軟體 隨時會辨識您的情況 您去過哪邊 進行一個這個應該說足跡的追蹤 但這個涉及到人生那個私密的問題 所以我想也請教一下 您在政府機關這麼大的單位裡面 尤其您又是在負責資訊 這個我想資訊去統計這塊是非常容易的 那您如何去拿捏 在政府的機關中如何去拿捏 這塊的公民議題這樣 這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我們傳染病防治法有一個很明確的授權 就是說是有傳染之餘的人 我們才能夠用這樣的方式 去就是取得需要的資料 但它一旦沒有傳染之餘 就是它完成 它不像說14加721天的檢疫之後 那其實我們就沒有任何法律依據 繼續去搜集這方面的資料 那這也是我們這邊跟世界各國最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世界各國在去年疫情裡面 或多或少都有宣布所謂的緊急狀態 那緊急狀態的意思就是說 行政部門可以先做所有必要的措施 即使法律沒有授權 它事後再來請求立法院的原諒 這樣子的一種感覺 那這個是必須要總統用憲法的高度來宣布的 就是說這個共同體的生存已經受到危機了 我們沒有空再等立法院來釋行給我們授權了 那在台灣的情況不是如此 我們因為2003年SARS的經驗 所以2004年當時最高法院就要求立法院 修訂傳染病防治法 把SARS那時候沒有做好的事情 全部都明定在法律的條文當中 所以我們這一次 因為是SARS2.0 它基本上就是SARS 但是推出了新的功能這樣子的病毒 那所以我們用現有的傳染病防治法 可以說是幾乎全部都可以來處理 那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雖然在疫情就是去年年初比較嚴峻的時候 也有一些朋友們說 那要不要宣布緊急狀態 但是指揮中心一直都是說 我們沒有要宣布緊急狀態 因為沒有到大規模的社區傳染 宣布緊急狀態 架空立法院對我們的憲政秩序沒有幫助 那我想這件事情也是因為我們2004年有這條系統 所以我現在跟各國都是說 等到疫苗普及了 那SARS3.0還沒有推出 可能是時間問題 如果流感化可能一年之內就推出 如果不流感化十年之內應該也會重新來 那這樣的情況下 我就告訴各國說 大家都要做台灣在2014年做的事情 就是去檢討這一次 緊急狀態裡面到底動用哪些政府權力 然後請他們的立法部門 全部都明文的規範 這樣子下次來的時候 才不需要又變成一次立法權被架空的情況 那我們這一次幾乎 可以說是 不是幾乎是完全所有的行動 都是立法院預先授權的 不管是預算也好 或者是一些特別條例也好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就是現在爭議很大的數位身分證這件事情 不太相信內政府長 您怎麼看說服我們數位身分證是台灣應該走的一個方向 那現在停下來怎麼樣跟秩序跟社會大眾交通 是我覺得不要駕空立法院是大家的意見 而且我們也都有聽到 那我想之前大家在疫情的期間用了很多健保卡 可以說是只要有拿過口罩或者辦過相關的一些手續 可以說是沒有人沒有用過健保卡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我們就對健保還有更多的理解 那也因此大家有更多的關心 好比像說以前健保快一筒這個APP 它上面有健康存折 但是知道的人就已經可能不到100萬人 甚至有用過的人大概有沒有50萬人可能都沒有 那但是在去年一整年的期間 健康存折健保快一筒變成是App Store 跟Google Play上面第一名的在台灣的下載的應用程式 因為你要預訂口罩不能不去下載它 但是訂完口罩之後就會發現說 原來醫師的這個所有的診断啊 甚至包含X光片也可以下載到手機上啊等等 它有非常強的那個就是我們叫政府叫做Oversight 人民自己監督健保叫做Undersight Undersight的這個功能它在健保快一筒裡面非常的強 那也有更多的醫師他就不會就是在key那個診断代碼的時候就會更小心 因為像有一個醫師就是不小心把什麼R098 這個就是不明原因的感冒啊什麼之類 他就P成R99不明原因死亡 那所以那位患者就一個禮拜四三次 他在健康存折看到就當然就是去complain 那在這個以前這就是完全是醫師跟健保署的事情 其實一般的患者是不會知道你的診断代碼的 但是當現在500多萬人開始使用健康存折 就會發現說就是所謂的my data 我自己的資料我自己要能夠去監督他怎麼樣子使用 他的流向是如何 那這個時候就會發現說 那健保當然有他的這個法律的授權 他什麼時候只有醫師人員才能夠寫入 只有公務人員 而且要就是取得健保署的同意 白名單裡面的人才能夠讀取 那他絕對不能做商業利用嘛 那或者像護照有一個護照條例等等 那這個時候一相比較就發現說身份證 他在停車場換證 他在旅館櫃台被影印 完全沒有任何法律規範 那這個時候他的那個管制密度的 就是很鬆的這個現況 那就你跟健保卡相比 而且健保卡大家還是用的時候 已經就是有一些希望的健保署能夠做得更好的部分 這個當然我們都在做 那好比像說像他在非醫藥方面的利用 像三倍券等等 那他是不是有可能也有類似的這種 就是我的資料怎麼會使用最終的機制 又或者像說有些人覺得說 我在正在被居家檢疫隔離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隔空刷健保卡 所以他們很多的做法都會請親朋好友 拿健保卡去幫忙刷 如果他有就義的需要的話 那但是其實我們在健保快義通上面 可以顯示QR Code 那在三倍券的時候有用過一次 所以他們就可以在視訊的情境裡面 把健保快義通上面的一次性代碼秀出來 然後隔空給對面的儀式刷他的虛擬健保卡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在測試 而且去年測試接受度蠻高的 去年下半年 所以健保這方面 一般來講大家的信任度比較高 而且一直在往前開發 那所以就比起來好像身份證 身份證都沒有動 但是比起來好像身份證的規範密度 這個沒有動的密度 越來越相形失色那樣子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次實際碰到的事情 就是說大家會拿對健保卡的要求 回來要求 不管值本身份證還是數位身份證 那所以內政部就說好啊 那我們來定一個專法 把它規範密度 規範到至少跟健保卡一樣 甚至可以超過健保卡的程度 那那個也會規範值本身份證 所以等值本身份證 當然不會隨便給人 就是雙面彩色高解析度影影 等等的這個情況 就大家有一個新的norm 有一個新的social norm 出現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時候再來討論 所謂身份證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也是比較成熟的 那無論如何也是 比較尊重立法院 這樣的一個做法 好 西方 好 政府員你好 我是逸山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曾經有提過 實務是創新最好的觸媒 對 那這幾年開始也一直在講CSR的一些議題 不過就是說在CSR 我想要聽聽看您對CSR推動還有民間 在成立NPO的組織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怎麼樣能夠串起一個良善的循環 因為台灣目前的NPO組織設立的大概有兩三千獎 可是這些通常本意好像跟我們所想的那種創新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想了解就是說您心中的理想對這件事情 因為您也一直在倡導這件事情 那您心中的理想是什麼 那未來也期待台灣對於實務 它也是一個創新的錯綿的時候 怎麼走向一個更好的舞台 讓他看到其實台灣在推動CSR這件事情是有內涵有內容的 謝謝 這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感覺可以開三天的研討 我試試看三分鐘回答 我們現在在尤其現在儘管會 所謂公司制體3.0的架構底下 CSR已經不是像以前那樣子 就是比較是集團或者公司自己選定一些題目 然後用比較直化的方式去做 現在GRI標準這些標準 大概都是用聯合國的17效能去發展目標 而且即使不能貨幣化 像SROI是已經貨幣化了 至少要能夠量化的一些產出 那這些產出 它是不只對內交代 就是讓集團或公司裡面的每個人知道 我們在做的事情的社會跟環境意義 也是要對外交代 就是對正在做類似事情的人知道說 透過你們這樣子的做法 他一塊錢可以產生出三四塊的社會效益 可能比他本來一塊錢 只能產生一塊錢的社會效益要來的多 那這個就是創新的一個來源 就是你可以去學到SROI更高的這些做法等等 那所以我覺得在尤其大型的上市會公司 這個已經是一個不可逆的一個趨勢了 大概各位的會計人員都已經開始學會 做這種ESG的accountability 對內交代對外交代都要做 那這兩個都做好 當然就是雙面交代 就是你就可以把各方的利害關係 黏在一起的這樣的做法 那大的NPO其實多多少少也開始了解到這件事情 那像我們的社會創新平台上面 雖然登陸的目前還是確實 以就是公司型態為主 但是也有很大的合作社型態 好比像說祝福聯盟公司購買 那或者是說也有一些NPO 好比像是喜哈爾基金會 那或者是有些是混合型態 好比像說大愛感恩它是公司 但它上面是慈激是基金會等等的狀態 那所以當就是我們跨不同的組織型態 不管是合作社NPO或者是公司 都能夠用同樣的時期向來去發展目標 比照上是威公司的GRI 那樣子的方式來對彼此給出交代的時候 那它的組織型態是什麼 也許不是最重要的 也許最重要的就是它想到的這些梗 想到這些做事的方法 怎麼樣子快速的傳播出去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在我們社會創新平台上 會得最多獎的 好比像我們亞太社會創新合作獎 那常常是大家沒有想過 可以彼此合作的單位 好比像說動物社會研究會 它完全是倡議型的一個NPO 跟佳樂福 它應該不是一個倡議型的NPO 那但是他們就一起做 從那個費隆斯雞蛋 然後一路到就是各種各樣子 友善環境 就是動物福利等等這些概念 現在都出來了 那所以從佳樂福的角度來看 這可能不是已經超過CSR的範圍 這比較像BD 因為這讓它能夠去接觸到 一群本來不會去佳樂福的人 所以這應該是BD 那但是從動社的角度來看 它就可以把它本來的倡議 轉換成一些有額外社會價值的 不管是產品還是服務的這些理念 所以這兩個中間的結合 我覺得就是所謂的創新 所以當時我接一下社會企業的 這個行政院的既有的這個行動方案的時候 我就在社會跟企業中間加一個點 那個點就是創新 所以不是說硬要社會部門都企業化 也不是企業部門都變成倡議組織 這兩個都不容易 而是說這兩個中間有一個交會的地方 就是社會創新跟產業創新 它可以在永續發展目標這邊交會 大概是這個做法 好,憲政好 瑋瑜你好,我是憲政 因為你曾經有提到說 永續發展這個事情 而且你也提到一個 我認為還蠻重的一句話 就是說我們的一切決定 都不能犧牲後代作為代者 確信 那第一個,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 您為什麼會有這個這麼 這麼大的一個這種想法 或是這麼這麼很很嚴重 我認為有一點嚴重的字也去警惕我們大家 那是什麼樣的原因 造成你有這麼深刻的一種文字表達 這第一個 第二個,在你心目中的所謂的永續發展的這種藍圖 或者是目標 那對標的是什麼呢 這兩個問題 對標的是什麼 對,就是你永續發展的藍圖 到底是以什麼為一個你的構思 在發展你的所謂的永續發展的藍圖 成年人,政治運作等等 很容易就是代議政治 他照顧有投票權的人 這是當然的事情 對,但是我自己參與網際網路的治理 當時是十四五歲就開始參與 所以說從我參與網際網路治理的這種政治系統 這個其實是剛剛講到選美一邊站 我們學理上就是開放式讀法利害關係人的這個系統 因為Internet它是靠大家自願參加 Internet既沒有海軍也沒有空軍 它沒有辦法強迫任何國家參加Internet 但到最後大家都參加了 為什麼?因為我們有這一套政治的方式去談出 讓大家接到Internet對後代都是比較好的這種永續的看法 那你看我在十五歲加入這個 但是我直到二十歲才有投票權 所以中間有五年的時間 我可以說是我如果看到說 有哪些公共政策的決定 感覺上好像犧牲比較年輕的人的話 那我在政治民主政體裡面 反而沒有辦法發生 我必須透過我的父母我的長輩等等來發生 那他們對時間的感受 可能對我對時間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那更不要說就是還沒有出生 或年紀非常小的這些朋友 所以我們如果現在民主政體都是成年人 在幫未來做決定 但是代理政治又必須要照顧到現在當下的學校 他內在就會有一個緊張關係 那這個緊張關係就是你是往後代存款 還是從後代提款的這個關係 從後代提款感覺上 短期之內一定會有績效嘛 那但是長期下來那就是這些沒有投票權的人被犧牲掉了 所以我想知道為什麼錯字比較重 因為這是關於世代之間的正義的一件事情 而那些對不正義最被影響的人都還沒有出生 但是這個情況啊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 那所以如果要說對標的話 我覺得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可能是對到期待之後 那這個應該是北美的印第安 應該就原住民吧 的應該是艾歐奎族吧 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所有的決定 其實都是要被期待之後的子孫來評斷 那所以不是致力於成為就是更好的人而已 而是要成為更好的祖先 這種感覺 就是說你在期待後的子孫的 就是他們看到你的我們的牌尾的時候 會怎麼樣子想我們 那這個變成他們這個原住民族 就是世世代代做決定的一個方法 所以這種所謂7th generation of thinking 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對標的做法 好 謝謝 好 Ego 委員你好 我是Ego 我想請教一下就是 其實我現在在不管媒體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資訊裡頭 常會聽到就是數位轉型這件事情 這個議題 那在政府其實也在這個議題應該是走在前面 那我也想聽聽從委員這邊的經驗裡頭 能夠跟我分享一下 就是說在推行這個數位轉型的過程當中 不管是在政府也好 他會遇到什麼樣的一些障礙 還有他的成功的關鍵因素是什麼 那我們民間企業在走這條路徑的時候 你會給我們什麼樣的建言 好 數位轉型其實我剛才講的 就是我在公務部門服務做的三件事情 就是節省大家的心力 提升大家工作的品質 那以及創造一些新的連結 那來搭上互信 這三個一般在數位轉型就是所謂的三階段 那這三階段常常碰到一個挑戰呢 就是有人倒著做 倒著做就一定失敗 倒著做就是說 聽到一個新的可以用的東西 什麼區塊鏈啊 什麼深度學習大數據啊 什麼有的沒有的 那這些東西引進 但是他不是先想 這怎麼增加大家的工作的品質 以及節省大家的時間 而是先去想說 那就可以有很多新的連結出現 那結果就是什麼呢 結果就是像我們移工部門來講 很容易想出一些所謂辯明的這些措施來 那能夠幫能夠體驗這些新技術的朋友們 很節省可能一小時的時間吧 很棒 那但是他是靠著公務人員爆竿兩個小時去做到的 因為他一方面要適應這個新的系統 但是二方面他這個新的系統 因為沒有普及到所有的利害關係 所以你這個系統還是得維護 那所以這時候每一次就是有一個新的出現的時候 那他就會到最後變成可能五個系統 就會有五金炭號那麼多 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排列組合 那要現場的人員去學習 那現場人員學習到這個程度 他要嘛爆竿要嘛睡不夠 那接下來這個工作品質就開始下降 那所以大家對於這個新的服務的體驗就開始變差 那所以到最後就會進入一個負面的這個循環 所以我一下都是覺得說每一步都要踏穩 就是一開始我覺得像AI對我來講叫assistive intelligence 輔助式的智慧 他只要能夠幫助你省五分鐘的力氣 而不造成其他人多加班五分鐘 這個就值得做 即使他不是所謂的深度學習 只是最基本的就是協助你做決策的一些自動化的演算法 那些都比什麼深度學習值得做 為什麼 因為我們多出這樣子五分鐘十分鐘 慢慢我才有這個餘裕 去向我的品質 工作品質可以怎麼樣做的比較好 如果每次將這個新的東西來 是讓大家就是攤題來講 就是睡的更少的話 那就絕對不成功了 那所以這是最主要要考慮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定要考慮的事情 就是我們叫inclusivity 就是含榮性 像我們在推出口套實名制的時候 其實在藥局之前 有過另外一個系統 我們最後沒有把它 deploy 沒有把它實際放到大家面前 就是靠便利商店的實名制的行動支付 跟記名又有卡通來達成實名制 這套其實比較好寫 但是我們最後沒有做 原因是因為大家會發現說 有這樣子行動支付或實名記名購買的人 可能只佔人口的可能55%左右 所以意思就是說我們如果真的這樣做的話 會讓比較少人比較容易拿到口罩 而很多可能長輩等等 他就沒有辦法拿到口罩 那這樣的情況下 對我們要讓七成五以上的人都戴口罩前洗手 其實是反而是就是有點缺阻勢力 而且會加深社會的對立 那這樣的情況我們寧可不要這樣 而是去用連續賣刑出房錢 那樣子的方式 至少是所有人都是很公平 而且已經有這個習慣了 因為或者說 我們之後在便利商店做預購的時候 本來的案子是用提款卡 就是包含邮局金融卡 在提款機輸入密碼之後 轉52塊給機關署 然後拿那一張小白單 隔一個禮拜之後到櫃臺領口罩 所以實名跟付款變成一個順序 那便利商店他們比較喜歡這樣 因為他們的櫃臺壓力比較輕 那他們只要就是 transaction只要做一次 不需要做兩次 那但是實際上我們跟長輩們 就是在試這套服務的時候 他們是非常排斥 因為覺得說那個165反詐騙的貼紙 就是會提醒他們說 他們一旦輸入了提款卡密碼 可能就是所有的存款都會被轉走 我明明那個螢幕上面是寫52 但他們腦裡會補六個零下去 所以事實上是這樣子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一切都是要照顧到實際的人的需求了 所以後來我們就跟很多長輩 這樣子反覆切磋之後 他們就說他們唯一能接受的就是 還是用健保卡 而且不要輸入密碼 而且是到櫃臺 他要數出52塊的零錢 因為這樣子的話 他就很確定 沒有什麼東西會被轉走 那我想這個心理的安全感 是比較重要的 雖然四大超商真的是百般不情願 但是我們到後來是協調 他們還是願意接受硬幣了 那這個後來也證明是正確的 只有這樣子他們的就是 購買習慣才真的會改變 然後藥局才真的會減壓 不然的話他們都是說 那他們寧可會藥局排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例子就告訴我們說 數位轉型不是為了數位而數位 而是為了讓把技術帶到 對大家更好的這個狀態裡面 所以不是人來配合技術 而是技術來配合人 那技術來配合人 可能一開始要花比較多時間 去傾聽各方的利害關係 但至少不會說 好像搞壞了大家的胃口那樣子 而是說大家發現說 這個還不錯 還不錯 這些一些小小的還不錯的經驗 加在一起 對數位轉型 大家就會越來越多貢獻自己的想法 但如果一開始導入一個大的 數位轉型的project 然後非常有野心 但是大家感受不好的話 可能之後這個方向就會 就是停比較久的時間這樣 謝謝 來我們能問一個問題 董事長我剛才要cue你說 你不要一直停在那邊 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直接問 當然可以用三分鐘左右的時間 來回答我們每一位成員問的問題 那我嘗試用問個問題看 你會不會講三十分鐘 我想我們都看到你的成功那一面 但是我們更希望能夠學習到 你成功的經歷跟過程 那其實你的故事是非常精彩的 就是你在八歲就學就有嚴重的 就是有女生 那原因是在學校有一些巴黎的關係 那麼十年的公司 十年換了十所學校 那在十六歲就出來創意到 三十三歲退休 三十四歲入隔 我們這一段過程裡面 我們更希望能夠學習到 就是你的這一段歷程的成長過程 應該對於未來的造成多大的影響 我想這一段可能對我們的幫助會更大 因為我們看到是你的成功的結果 但是我們沒有看到你那個成功的過程 中間已經經歷了很多酸甜苦大 很多會有任職的辛苦 我想這一段的內心的學習 可能對我們來講可能更需要 然後有這方面的一個體驗 好 請你們吃東西跟我們分享這一塊 謝謝 好 謝謝 當然三十分鐘如果把我媽那一本成長戰爭 從頭念到尾大概三十分鐘也念不完 不過那本書圖書館還有 有空的話可以去看 那個是很詳細 就是我從剛出生甚至出生前 那一路到大概十四五歲的過程都有寫在上面 那當然在現在親自天下那一本書裡面 就是我所看見《自由跟未來》裡面 也有畫一張的篇幅 就是快速地把成長戰爭稍微摘要了一下 那那個也可以參考 所以我可能就是挑幾個裡面的部分來講 那如果要展開成完整的描述的話 還是回去看我媽的書 可能比較清楚一點 那後來我們去德國他也有寫《天天驚喜》 回來辦學也有寫《中資手機》等等 他其實就是寫的書還蠻多的 所以有空的話可以慢慢看 我自己就是先講一下八歲的那個狀況 八歲那個狀況確實就是在學校 然後因為我就是並不是故意的 但是就是會考第一名 那考第二名的那個同學 就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然後那當然後來我也輾轉知道說 他考第二名就是回去會被他的家人責怪 那甚至也會提罰他等等 那但是他怎麼樣努力的我都沒有辦法考到第一名 那所以就把這個氣就是出在我身上 然後就找找一些其他同學霸凌我 那這個在小學裡面其實是常常發生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就是當時我就休學 那休學我就在家裡大概其實憂鬱也確實是這樣 因為不是很想跟人互動 但另外一個原因也是因為我當時就很著迷什麼呢 就是發展心理學 我當時看很多什麼皮亞吉啊 薩提爾啊 摩特索利啊等等的這些書 那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鑽研這些書 就是我想搞懂說 為什麼有一個八歲的小孩會去巴凌他的同學 那就是了解這個歌啊 到底怎麼樣子形成的 那後來看看真的看這些書真的沒有幫助 就是真的可以解釋說 並不是他自己怎麼樣 而是說他所在那個社會框架 是讓他把自信心建立在一個不穩定的結構裡面 就是跟其他人的比較 你看我休學了 所以他真的是班上的第一名 沒有錯啊真的啊 那但是他的狀況有比較好嗎 他學習有比較容易嗎 也都沒有 因為說到底學習是他自己的事情 不是他相對於誰的事情 如果哪天再來一個轉學生他又第二名了 難道他學習又不好嗎 對不對 這個是沒有意義的一個比較的一個系統 但是這個沒有意義的系統 他等於他的家長可能是這樣相信的 所以就複製到他身上 但他受不了這個壓力 所以就把他我們叫Acting Out 把他行動化到我身上 那所以我想我有那半年的休學期間 對我是一個蠻大的轉變 就是我開始了解到說 幾乎都沒有辦法歸因於特定的人 你說他的家長是特別壞的人嗎 可能也不是 是當時的社會那個競爭的這個氣氛裡面 他自己可能有一些沒有辦法完成的事情 他期待他的小孩去完成等等 所以一切都是這個結構 所以我們要做倡議的時候 就是在想說那未來的八歲小孩 怎麼樣可以不要讓他再被這樣子的結構 所霸凌 那因為霸凌我的那個人 其實也是被這個結構所霸凌嘛 那所以這個時候調整那個結構 像我們12年國家新科這樣 事性揚才 完全他在班上的相對名次 絕對不可能變成他升學 或其他就業的考量等等 那這個部分全部都拿掉了 大法中心整個變成素杨導向的命題等等 所以這些部分當然我們到後來 都做了結構上面的改善 但在我當時我覺得對我很重要 就是不會把我的那種不舒服的東西 的情緒再行動化 變成到特定的人 或特定的一群人去用 現在叫做出征啦 當時當然還沒有這個字 或者是就是比較否定一整群人鐵標籤 等等的方式來處理這件事情 而是比較完整的了解那個結構 所以後來到就是三年級 然後我去直男國小 四年級在直男國小 跳讀六年級等等 那慢慢就恢復了 就是覺得說那在一個比較偏鄉 然後比較沒有在追求那種班上的名次的情況 反而比較同學之間可以在一起做一些團體的工作 做一些團體的創作等等 所以我覺得換環境還是很重要 那當時有很多就是長輩啊親戚啊問說 那我為什麼不再回到 因為我自己覺得自己準備好了 那為什麼不再回到 本來那個就是木甲骨小自由班的環境裡面 那就是去跟他就是你知道一拼啊這樣 那但是我當時有一個比喻就是說 每個就是好不要舉重選手 每個人有他自己的量級嘛 那如果一個雨量級輕量級 他硬要去舉那個重量級 超重量級的那個舉重的話 那不是說不合理的叫做磨練啊 那是完全不一樣 就是你在你自己的量級 試著去處理那個收費壓力 那個是叫斷裂沒有錯 也可以讓自己變成更負責任更好的人 但是超過那個量級的時候 那就不是了 他可能就上進洞骨 而且可能是就是他的選手生涯 可能就因為舉了超過他量級 可能就毀掉了 因為他的就是關節啊什麼都會受到傷害 所以我想量力而為啊 這個也是當時我爸隨時所學到的事情 這樣可能沒有30分鐘 可能只有13分鐘 但是希望有一個比較完整的回答 好 蘇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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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入閣的時候 蘇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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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任何人都聽得懂的白話 我們把他講清楚 那像教育部體育署當時主張電競不是體育 然後為什麼 那為什麼 因為小學體育是育是教育的意思啊 小學都有體育時間嘛 30分鐘嘛 他說你可以想像小學生30分鐘打電競 就完成了他的體育嗎 他沒有動到肌肉也沒有流汗耶 沒有辦法想像啊 所以一定是文化部的事情啊 好 那文化部的專委就主張說 我們處理的是琴棋書畫等等 這些是有百年的歷史喔 百年的歷史 那所以 等到電競有一百年的歷史的時候 再回來找我們 對 那這個應該是工業局的事情 應該是經濟部的事情 那工業局就主張說 你要不要說打籃球吧 籃球的那個場館 那個籃框 那是標建局嘛 籃球可能也是標建局 那但是製造業 這絕對是工業局 他們責無旁貸 但從來沒有聽說籃球球員要工業局管 所以應該是體育署的事情 當時他們就講得非常清楚 那所以我的才識是 就是我是不下才識的 那我的才識就是 我們那一天講的所有的話 大家編輯個十天之後 我要全部公開在網路上 每一個字喔 都公開在網路上 那這個其實是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 有一條說 我們在擬稿階段 就是在互推籃球的這個階段 基本上是以不公開為原則 因為大家都就是你知道還要面子 但是如果對公共利益有必要者 得公開知 那所以我就說 你只要到我這邊 我主持公開對公共利益就有必要 那為什麼 因為這是我的工作條件 如果你不同意的話 我就這個沒有要加入那個 所以當時就是被院長協調出 這樣子一套 就是我們叫做 radical transparency 就是激進式的透明這樣的一個做法 好 那這真的很有幫助 因為這個竹子桶一出來之後 那就在雅虎電競 巴哈姆特 Mogo01 PTT的L2L版 八卦版 我應該還漏了好幾個 那就很多人在討論這個題目 那很多消息我覺得真的非常棒 就是當然在一開始貼出來說 一定會有一些很酸的留言 他沒有看過就帶風向這一定有 但是到大概第五個留言 就會有人非常講出很專業的話來 就是專業的五樓 那所以我們就綜合每一個版的 專業的五樓的意見 哪一件 說明這個五樓根本就是承辦人 你怎麼知道 然後我就再把這三個部會找回來 然後就念網路上專業的五樓的意見 給他們聽 說有一位專業的五樓主張 圍棋是一種電競 而且是回合制的 因為現在都在網路上嚇啦 而且AI嚇得比人好了 那所以文化部已經對圍棋 有這些這些鼓勵的講述的 這些方案 為什麼他獨厚回合制的電競 而不照顧及時的電競呢 之類 就是他會有一個新的framing 那或者說某個專業的五樓說 那電競我們如果把它叫做 就是文化技藝表演工作者 那這樣子 是不是就是現有的文化部跟 就是教育部 雖然不是體育署 但是國教署 有一些技藝專班嘛 那就是傳統技藝嘛等等 但有些也沒有百年的歷史啊 所以百年歷史 顯然不是國教署 考慮專班的主要條件喔等等 所以這些專業五樓真的是非常非常專業 那所以他們提出來這些 我把驚嘆號還人身攻擊什麼都拿掉了 我是把有道理的部分帶到院裡來 那然後各部會的朋友就是就面有難色 想說這個真的很有創意 他們沒有從這個角度想過喔 那他們可能還要再開協調會議喔 先帶回去討論看看好了啊等等 因為我們有十個工作天可以編輯 所以在這十天裡面 他們不得不把其他人的論點都聽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 所以他們常常這十天就打個電話來說 那這我們不用再開協調會了 我們同意 我們同意 這個真的可以記憶文化表演者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那所以這樣子協調了三次 其實就收斂 那當然後來立法院也拿去變成我們運產條例 他真的把智力運動比較清楚的去做界定 所以電競選手現在當然是已經有一個身份了 那但是在此之前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說 大家不會在零和的角度上面想事情 因為以前每一個部會他就會覺得說 我如果去採線 就是我如果說這件事歸我管 那我本來只該管這三分之一 但是因為另外兩個都在推 所以變成三分之三 就是全部都跑到我這邊來了 那這樣子的話 我當然是在幫我的部次長找麻煩 但是像這種公開的討論的結果 就是每一個部會還是只拿三分之一回去 那之後對他們平常的負擔也並沒有增加 只是這個誰貴屬誰變得比較清楚 所以我在中間並不是靠做才事 也不是多麼英明 只是說確保所有雄而未解的問題 我們就丟出來 我們開門造居 那鄉民說你行你來 就是說鄉民有好的想法 那我們就把鄉民的想法帶回院裡 那這樣大概兩三個月 這件事情就協調到一個段落 然後也解決了 所以大概在部會之中 大概就是用這樣的方法再工作 好 謝謝鄭偉 鄭偉 你好 我是西鐵的阿彪 那個剛才聽過鄭偉這樣講那麼多的問題 我感覺幫我們問的問題 我感覺是昨天你都已經睡覺的時候已經影片過了 我們一講你馬上就可以回答 而且簡單重點都講出來了 就感覺你的頭上讓我看到有發光的感覺這樣 就像什麼一樣 因為你可以在行政院當中 來講說可以把各部門這樣協調那麼好 所以我想要問另外一個問題 應該是兩個 兩個回答說 如果你在從以前到現在來講說 你做過什麼事情 讓你覺得最得意的事情 以及讓你覺得最在意 感覺就是有點像看到媽祖婆 感覺有有求必義這樣 隨時你回答問題 因為我們認為在官員 我們認為說他就很執著 但是也就是說 沒有像你這樣 可以把所有的訊息來講說 都可以整得很好 而且都聽到我們心中的聲音這樣 我想要了解一下 你最在意的以及最重要 你最在乎的事情這樣 謝謝 謝謝 我想這兩個事對我是同一件事情 最得意也是最在意的事情 我們這一次當然防疫沒有封城 沒有lockdown 但是這個並不是我的功勞 是大家的功勞 我最多能夠做到大家都拿到口罩 大家還是看大家 這個我絕對不會鞠躬 那但是在2017年的3月 當時我處理另外一個題目 就是所謂的假訊息 外害防治的這個題目 當時 比特政委還沒有進來 也還沒有制定出那個法律上面的一些規範的時候 那時候可以說是各國都不知道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有很多人他看了手機上面的一個讓他義分天音的訊息之後 因為被可能憤怒所佔據 所以他不會花時間去看那個內文 所以標題或者照片殺人的這個情況就常常出現 那大家就轉傳就出征就怎麼樣 那這個所謂社交媒體因為螢幕小 然後容易分享造成激化 這個是全世界都碰到的一個問題 可以說是很類似於環境污染 只是就是社會污染的一個問題 那他就是靠就是所有的social media 社群媒體造成的一個問題 所以當時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各國都有各自的方法 好比像說德國是要求這些平台 就是有什麼出征的言論什麼的時候 他24小時之內要下家等等 那或像新加坡他是授權內閣的任何官員 都可以去指定任何的媒體或社交媒體 去要求他們一定要等更正歧視 或者是要其他的媒體反過頭來更正這些媒體等等 那這些解決方案或許都有他一定的作用 但是就好像防疫封城一樣 這些作用也有他的副作用 就是會讓大家生活上面變得比較不自由 或者比較人跟人之間的信任比較難建立 那所以我們這邊因為可能40歲以上的朋友 都記得戒嚴的就是事前審查的那個情況 所以沒有人想回到那個情況 所以我們解決假訊息危害的時候 我們就不得不用一些完全不是下家 或者是查封言論的方法來做 那這樣做是特別困難的 所以我在2017年3月的時候有提出說 我們要公開的快速的結構化的去設置 所謂的事實查核機制 那當然這個機制不是政府來讓 而是讓專業的媒體工作者 那他們自己成立 還有比如說台灣施殺的中心 還有比如說Michael Penn 然後比如說現在也有一些商業 還有比如說趨勢科技嘛 有一個防炸達人 然後Husco Husco把梅玉儀這個詬病進去了等等 在台灣現在是一個很大的生態系 包含有一個叫真的假的那個G0B的專案等等 那這些生態系它就變成一個 它可以獨立運作 而且我們這邊政府說錯了什麼 它也可以來factor我們 所以它不會被政府的錢 或者人所牽制的這樣子一件事情 那但是以前在台灣 並沒有事實查核機制這個東西 所以當我一提出的時候 就很多的自由派的朋友們 甚至很多是因為我父母親 之前都是媒體人嘛 他們之前的同事啊老朋友啊等等啊 都就有點像是見到黑影就開始 覺得說好像我要設置一個 就是怎麼樣言論查記的機關啊 或怎麼樣要去前置網民啊什麼之類 所以就是對我有非常多人身攻擊啊 有一些人多批評指教 那那次是真的覺得說 我以前都是在倡議的這一方 其實比較建設性的 那這是第一次是說 這些我之前非常尊敬的 也跟他們一起工作過的這些朋友 也好像是對著我來創作我來 但其實不是我是他們想像中的某個形象啊 那但是當時就是我大概花了一兩天的時間 在尤其是Facebook上面 所有提到我的名字 所有聽到這些事情的人 不管我認不認識他 我都在底下留言 然後就開始跟他討論說 其實這個並不是國家或政府要做什麼 而是讓民間人都及時去看到 目前有這個不時需求在流傳 所以不是把它下架 是底下嘉義行提醒說 就按照我們ParaFacture Center 這件事情其實是怎麼怎麼樣的 這件事情 那所以後來大家就慢慢了解到說 我原來不是要把權力集中到行政權 而是去把行政權 就是大家期待行政權做的事情 讓我們一臂之遙 兩臂之遙的公民社會可以來做 那所以大概花了半年一年的時間 大家慢慢比較習慣這件事情 而且也覺得說 在LINE圖端上面 可以看到即時的澄清 或在LINE上面看到一個訊息 你長按之後 你可以把它forward 就是轉傳給這些視察合者 這是蠻好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就是我們解決了 假訊息危害的問題 但是沒有侵害到言論自由 尤其沒有用事前審查的方式 或下架的方式 這是我最在意的 那比較得意的就是 像前天把美國那個智庫 CSIS 就寫了一篇很長的報告 那大概就是說台灣的這個模式 很成功的 尤其是在2020年總統跟立委大選的時候 確實是把我們看到的很多 就是之前的假訊息危害 大概都有抗體 大概都能夠處理 那但是沒有侵害到言論的自由 那他們覺得說 美國實在應該學學台灣 就不會發生 就是一些讓人比較不舒服的這種情況 等等 那能夠被CSIS這樣子肯定 我想也是讓我很開心 但那也不是我一個人做的事情 主要就是所有做Fact Checking的人 一起的貢獻 好 謝謝三位 好 彭隆 好 彭隆 委員好 我是校莫裡的彭隆 那因為剛剛從委員的這個 將近一個小時的這個談話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已經有感受到就是 智商180跟身高180的差距 對 好 那因為我們剛剛談了很多的社會議題 跟政治議題 那其實我覺得我還是很想要了解 就是從剛才董事長也有提到 從你小的時候經歷的這個過程 那我想知道是從那段時期 那你個人對於你 因為當時其實面對很多的這一些 對你來講是很黑暗面的這一些過程 好 那當時其實從小 我相信老師都會給一個題目 長大有什麼樣的夢想對不對 好 那在當時的話 我不知道說委員你自己在小時候的時候 曾經有過什麼樣的夢想 那跟現在還有沒有對於你人生的夢想 有沒有差距有沒有改變 對 那就這樣 我小時候確實常常看到這個題目 但現在都素養倒向了 所以都是問說如果你有一座新冰箱 不太一樣不太一樣 好 我想我小的時候 因為身體真的蠻不好的 我記憶比較深刻就是大概四五歲的時候 那時候我的主治醫師是跟我家裡說 我年紀太小 先天性心臟病 性數位缺損 還沒有辦法動手術 那要先活到能夠動手術的年紀 那再動手術他的之後就是才會比較健康 那但他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比較適合動手術 那就說就是活到那個時候的幾率大概一半一半吧 那這個一半一半就一直在我腦裡 就是我會覺得說我從四歲聽到這句話 到我十二歲真的動手術 有八年的時間我在睡覺的時候 都不知道明天會不會醒來 當然攤體來講 每一天其實不是五十趴了 可能只有就是不到一趴的幾率會醒過來 但是那也是一個確實的幾率嘛 那所以這個時候我就會想說 那我在睡前有沒有可能把我當天學到的 都盡量分享出來 那也是因為就是有接觸到個人電腦 所以就會覺得說 那我想不清楚的我至少把它記下來 或者我至少到我十一二歲的時候有接觸到 像BBS這樣這些 至少把它分享出來 讓其他人可以接著想下去 這樣的話就算就是我醒不來 那我今天也不算白過嘛 因為我有想到一些事情我有記下來 然後未來的人可以繼續往這個方向想下去 所以當時我覺得就接觸到一些在 當時就叫就是public domain 就是公共領域 那現在有很多講法 creative comments 創用的CC Open access 開放城區 開放金融等等 大概就是把傳統上面 可能被關在圖書館的一些紙本的書 但很多都已經沒有著作權了 那很多人會願意就是用打字的方法把它電子化 把它分享給全世界的朋友 就是所謂的古通堡計劃 那之後當然對於 尖端的研究 有archive arxiv 那之後對於一般性的知識 有危機百科 那大概就是順著這樣子的 開放知識的這個角度 不斷的去把每一個人每天想到的事情 都能夠變成整個社群一起想的事情 等於共學了這一部分 那所以回到就是說人生的目標 因為對我來講人生可能就很短促 就是每天都是當最後一天再過嘛 所以12歲以前我的人生目標 大概就是說我今天結束之前 我有分享一些 我有記下一些東西 那能夠就是可能讓我登出的時候的世界 比我登入的時候稍微好一點 一點點就可以 因為畢竟沒有那麼長的時間 那當然12歲動完手術之後身體是蠻好的 但是我覺得那種感覺 因為4到12歲是人格核心的形成情了 所以現在比較沒有那種招不保 就是可能醒不來的感覺 但是還是覺得說每天睡前一定email都要回完 一定該發布的都要發布 那我也不會主張什麼著作權 因為在小的時候就會覺得說 著作權一直cover到我死後50年嘛 感覺上去很長的時間 但是因為我就是其實也享受不到 因為小時候一直覺得說明天可能醒不來 所以著作權對我也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在發布之間出去的時候 大概都是拋棄掉所有著作權的 那到今天大概也都是一樣的方法 所以可以說是我用比較 剛剛講期待之後的這個角度來看 我現在的工作也是因為我都拋棄掉著作權 所以就好像是把目前的情況當作 我已經過世50年 然後去想說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能夠做什麼事情 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而不是當幫我短期的過得更好 我想這個部分是已經沒有改變 我是Nicole 我想因為過去的歷程裡 你都是屬於做比較自由創作的 那現在身為就是政府的政務委員 那我想要請教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身分跟你過去其實有很大的差別 因為過去可能就是獨立創作 那現在要面對那麼多政府的一些事物包含人 那我想說是不是在這個時間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在這個過程當中怎麼樣去切換 再處理這麼多複雜的事情 你有沒有遇到一個比較bug的一些障礙 然後可以分享給我們這樣 是 這也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我在2014年就是去協助我們的政務官 去跟人民溝通的時候 很快就發現說其實主要需要賠力 就是需要增幅 但是我們的事務官就是常任文官的體系 因為其實任何事情都是他的承辦 他的科長他的局處長最了解這件事情 政務官他往往只是有一個大略的方向 所以在2014年底的時候 花了蠻多的時間跟事務官相處 當時在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就是福華那邊 台北福華跟所有全台灣12支等以上的事務官 就大概不是大概剛好300人 就只有這麼300人去分享說 我們在戰略運動的時候 怎麼樣確保說50萬人在街頭 更多人在線上 但是還是可以凝聚出一些 就事論事討論服務貿易協定的這些文化出來 後來我就發現說這些社會職等的事務官 都非常願意學習這套方法 因為對他們來講 本來跟公眾溝通就是他們的工作 只是說他們之前接觸不到所謂的公眾 往往都是所謂產業的領袖 或者是如果工人組織的話 工會的代表等等 但是他有一些人是沒有辦法被代表的 好比像說我們當時處理一些新興的議題 遠距勞動 就沒有在家上班的人的工會 沒有這種東西 或者是新創企業它設在開曼群島 而不登記在台灣 也沒有一個台灣所有開曼群島商的聯合工會 也沒有這種東西 所以傳統的諮詢模式 沒有辦法在這個新的時代 被這個鬆散的社群 這些自由工作者其實都不像傳統的情況下 他是有一個人就可以代表大家 他最多是一兩個人 他可以就是就事論事的非常他個人的經驗 可是他一定會說 我也不代表所有在家上班的人這樣子 所以當時很多事務官都發現說 他們的工作不能跳過 像我們之前這樣子的自由工作者 而也是這些自由工作者 比較能夠因為他足夠斜槓 他可以跨多個產業別 所以他可以發想出一些創新的 和不像說圍棋是一種電競 的這樣子一種想法 所以他跟事務官之間是彼此加強的關係 而不是好像一定要來挑戰他 或者是像傳統的壓力團體一樣 一定要他做一些零和的取捨這樣的關係 所以是事務官的natural ally 就是他們很自然的盟友 所以這個時候 我現在在行政院裡面工作 我還是強調說 我是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是跟政府一起工作 但是不是work for the government 我不是為了政府而工作 所以所有的事務官都知道說 來我這邊的時候 我就是幫助他連結到一些 能夠幫他設身處理想的一些民間人士 但是我絕對不會變成說 好像拿這些人的意見去壓他 也不會變成是好像只是幫他去做政令宣導 這兩種我都不做的 而是說他們有一些共同價值 那一起來做一些創新 所以要說有些bug 大概就是所有看起來像是零和 就是政府多一點點 人民就少一點點 人民多一點點 政府就少一點點 這些是最容易出bug的時候 那我的工作大概一直都是去看說 有沒有可能說雙方都不犧牲掉 他們手上在意的事情 但是創造一個新的方法 然後去把本來看起來好像零和的東西 變成大家雖不滿意 但是可以接受 那像之前的公投 那有兩個公投 那加在一起 加上大法官實現 那就讓事務官 專業事務官非常難處理 那就是同性結婚的那個題目 那但是後來 可能因為他們也有十三四年 性別主流化的那個工作的歷史 所以到最後這些事務官跟民間 就一起凝聚了 我們叫做結婚不結姻 這樣子一種 暱稱超連結法案 就是說 不會構成姻勤關係 所以不用發明什麼兒序 女婿 什麼這些字眼 都完全沒有破壞 就是現有的親族的結構 那但是在權力跟義務上面 跟異性戀是一樣的 那這樣的話 等於兩個不同的陣營 其實都在意婚姻的價值 那所以就都照顧到了 但是又沒有任何一邊被犧牲 所以我想我們的工作 就是一直來創造這樣子的事情 請 各位好 我是金玉 那我想問一個比較輕鬆的話題 是不是可以請你真偉 就是聊聊一下你私底下的生活 就是私底下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因為其實從電視上採訪上面 還有就是說從剛剛您的一些回應上面 看起來你是一個非常輕盈 非常平靜 高IQ 高EQ 那感覺很像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人 可是呢 在處理很多公共議題的時候 就會非常的了解民間疾苦 所以我想就是說請你分享一下 你自己的一個生活是有什麼樣的形態 是 我上班時間是早上七點到晚上七點 所以在這十二小時裡面 當然就是你看到的這個樣子 那我禮拜六盡量不排行程 那就算有也是遠距的 那我禮拜天是絕對不排行程 所以你再問了就是說 那我禮拜天是什麼樣子 禮拜六這個沒有行程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我禮拜天一週四個週末 大概至少有兩個有時候三個會回淡水 那因為我爸媽然後他們的爸媽 那現在就是外公跟爺爺剛剛就是去年前年過世 所以現在就是外婆跟阿嬤還在淡水 那我就是回去陪他們 那我如果沒有辦法回去 他們至少會時訊 那我去淡水的時候 大概就是大家想像中的那個樣子 就是會陪長輩聊天 那會花很多時間聽阿嬤的這個想法 因為我阿嬤是比較就是對社會的公共議題 非常非常感興趣 其實充滿了政治性 充滿政治參與的能力 他88歲了今年 那但是就是對每件事情真的都很有想法 當時為什麼口罩神明之 不是用提款機在那邊付款 就是因為88歲阿嬤跟我說 他有一個年輕朋友 就是去藥局排隊 非常非常有意見 一直在罵政府 那我一定要把他的想法考慮進來 我說好啊 那介紹我認識 他的年輕朋友是77歲 對他來講年輕 因為羊奶奶 後來那個就是 親子天他輸出了我 還有送羊奶 感謝他當我們的這個口罩神明志 3.0的就是先期測試者 所以阿嬤就會組織很多 因為他們是眷村 他們會組織很多這些 那偶爾也會有人來問我說那個 就是YouTube要怎麼樣子 就是你知道就是他們數位匯流嘛 一定要現在都要看中天啊 就是要怎麼樣打賞啊 怎麼樣是影響那個即時主持人啊 什麼之類的 有些電腦操作的問題 我們那個捐存社區長輩的那個 就是數位能力啊 數位computance 突然之間大幅增加 因為所有人都要學YouTube怎麼用 對所以大概就是去做一些社區參與 那他也是前程的天數教徒 那所以像之前同婚的時候等等 他也會把一些他教友的問題啊等等 那來跟我討論 所以我會覺得說就是我跟他相處的時間 至少跟他跟他教友相處的時間一樣多 所以他後來就有一個很橫平的一個看法 結婚不結音啊什麼 他也都可以接受等等 所以我會覺得說我們跟長輩相處 其實並不是好像都是長輩等不上事態 絕對不是這樣子 而是要去用他們的語言 然後要去傾聽 那這樣子的話 他們就可以想出一些真正很棒的做法 然後比如說到櫃台輸出52塊的零錢 那這樣子楊奶奶就可以交她的年輕朋友66歲 再交她年輕朋友55歲 到44歲可能就不需要交了 那後來就可以這樣比較一傳實實傳百 所以要說完全沒有公共性 還是蠻有公共性的 只是說我是比較是按照長輩們的人際網絡 然後實際在那個社區裡面 然後跟那個社區實際的需要相處等等 所以我是覺得蠻幸運的 就是說長輩對於我的工作都很有想法 然後也很願意很具體的就是論事來討論 所以之前很久以前 2017的時候有人要找我去選台北市長 那我也拿回去跟我阿嬤討論 那所以討論之後當然討論結果是不要嘛 所以我回去就告訴那位來邀我的人說 是淡水阿嬤 教我不要學 聽到淡水阿嬤就沒有人能夠說 什麼淡水阿嬤是最大的 大家就希望這樣的方式相處 你剛剛有提到一個名詞叫做激進式的透明 它在解決社會問題 那事實上在組織內 像這種各自有各自的意見 或者是混沌不明的問題 沒有辦法解決 有沒有可能透過這個方式去處理 那如果我們組織內用這個方式去處理 我們除了您剛剛提到的那一些方法以外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建議要提醒我們 可以留意的 謝謝 在組織裡面通常比較難夠被接受的 講的不是激進 激進聽起來就很激進 講的是叫做Work Out Loud 剛好最近有一本書出 也就是這個名字 就是大神工作 那像在我們辦公室 我們大概有12個左右的部會 都有派人來我們辦公室 那我是我們辦公室唯一的HR 那我在HR的時候 在Recruit的時候其實只看兩件事 一個是說 他能不能夠用一個現有成員 都沒有辦法看的角度 來看公共政策 所以這幾乎就註定說 每一個部會不會派兩個人來 每個部會都只會有一個人來 因為每個是一個不同的角度 那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雖然他還是 來的時候還是他本來不會付他薪水 其實他最後還是要歸建回那個部會 但他願意分享的程度 是不是至少跟他拿回去的程度一樣多 就是give and take 至少是一樣的 那這兩個加起來 我們就有這個基礎組成 所謂的大神盟組 這樣子的一個團隊 就是每一個人在做事情的時候 都不怕讓其他人知道 當然這也就表示說 國防部一直都沒有派人來 所以我現在是不知道 國防部在幹嘛 我是院者上課 不會強求國防部過來 那像外交部一開始也沒有人來 但是後來外交部現在已經到第三任了 那他們的人就發現說 原來外交裡面有公眾外交 這個就是不是對對方的外交官 而是對對方的全體國民去進行外交 那這部分就不怕人知道 事實上他只怕人不知道 那這樣子的情況就可以帶到我們辦公室 所以像就是用推特 用一些數位的方法做外交 後來變成我們很重要的一個業務 所以這件事情就告訴我們說 如果我們把各種各樣不同專長的人聚集起來 每一個人他都可以講一些別人 原來是這樣子 這個角度應該可以這樣子看 等於大家都可以往彼此學習 那在工作過程裡面也不會藏私 因為藏私也沒有意義 因為這邊就沒有你的競爭者 就是在這個團隊裡面只有你從這個角度看 所以按照定義 你就是自己的一個跑道 你就贏在起跑點上 也沒有別人在跑同一個跑道 所以就是在團隊成員之間 都是這種非競爭式 非零和式的關係的時候 那就可以很容易地做到 所有一個題目出來 那大家就起嘴巴舌 然後一起去想 那因為大家的最佳利益 其實都是把自己學會的分享出來 那我想這個Curation 這個策展的工作是很重要的HR工作 那這個在像大聲工作法等等裡面 大概也都有提到這樣 好 林達 嗨 委員 嗨 委員你好 看了您的書然後學習很多發現資訊世界跟我們現實世界可能有一些我們所未知的不知的 因為它是一個很特別很公平很透明 非常期待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古人也寫不出來的一個境界 但是我現在是7點 中間7點到7點 我很好奇兩個問題 一個是關於今天這個演講 因為其實最近有一些很大場合也會請您出席 餐飲業的一個集團的一個邀請 然後你今天特別願意親自來到現場 而不是錄影或者是連線視頻 我真的很好奇你來了本現場 你其實也想帶給我們一些什麼 或跟我們交流什麼 這一 part 是我好奇的 第二個問題是坦白講 我們真的是一個傳統產業 我們就是開餐廳客人來吃飯 當然食物是創新最好的觸媒 從這本書我得到這句話我非常感動 那我們現在的問題是 我的企業我們現在集團內 也要做一些數位的提升或轉型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體能 有外部的有內部的 那我也面臨一個例如說 可能我們有一個APP 短時間做得不錯 但是我在台灣 我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可以對標的APP 因為其他做得很好 可能是不同類別的業態的不同的 所以我很想知道委員 就是我們這種企業要轉型 你會不會比我們更有先見之明 有一些guide line 可以給我們做一些提醒 然後再來就是 你會接受私人企業的邀請 當作顧問嗎 這是我三個問題 謝謝 OK 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我主要來這邊是因為我想聽大家講 就是像大家剛剛提到 還有朋友現在你們面對數位轉型 一些實際的狀況 那我越多的互動 我就越可能現場來 因為互動的時候 除非是說我們都用VR 都用8K的營運 那這樣確實就是見面三分清視訊 也有個2.5分 但是如果沒有那麼高的挺寬的話 那要這樣子雙向的即時互動並不容易 那我之前會 現在也會 就是每個週末都預錄一下 就是下個禮拜要用的致詞 但是因為沒有互動 他只是要我剪個財 或者是開個場或怎麼樣 那其實也沒有什麼 我聽大家說的可能性 那這個時候當然對我來講 我其實說真的 大家可能還比較喜歡我預錄 因為預錄的話 他可以調那個放的速度 所以我尤其現在戴口罩 我學到說這個麥克風抵到下巴 就可以講得比較清楚了 那但是我語速快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尤其在致詞的時候 還是有可能就是 可能坐後排的人 就聽得比較不清楚的情況 那但是我如果是預錄給他的話 他可以放0.75倍 他可以加字幕 他可以加翻譯 手語老師也可以先練習過 他的情況 所以這些都是我覺得 預錄剩餘現場 很多很好 因為是prepare speech 大家都知道我要念什麼 那所以還不如就是全部用預錄的 那有些甚至是我不懂的語言 然後不像說日語 我也可以請我的辦公室 外交部那一位 他日語很好 所以他可以唸一句 然後好像鸚鵡一樣唸一句 然後把它唸的部分都卡掉 然後看起來就好像我很流暢的 這樣日語之詞 我身上完全不知道我要講什麼 之類的這個情況 對那所以這個方式是不一樣的 這是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是說 我覺得這裡面數位轉型 剛剛大概已經講了 就是先求不上身體 就是先去節省彼此的時間 這個是最重要 那你有多的心力 那你再去做品質的提升 再有多的心力 再去做BD 或者是一页結合 或者做就是各方面的連結 那這個次序 我覺得現在在做數位轉型的朋友 有的時候會發現說 他在問的時候 往往問客戶比較多 但是問第一線的就是同仁 比較少 也就是說很多的企業 他比較多的是客戶滿意 現在是Customer Success 客戶的成功 就是一整套方法論 那但是就是在達成客戶 成功的時候 第一線人員 是不是有哪些爆肝的情況 反而比較沒有這個方法論 去了解 那這個在政府裡面 尤其是這樣 因為公務員服務法 連這個勞工都不是嘛 沒有他租成工會 也沒有他集體協商 那甚至跟職務有關的事情 還不能夠用個人的身份 對外去講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PTT的公務員版 大家都要用筆名 或者是說很多那個 我們看到報章雜誌 都是說這個有某個公務員 某不具名公務員 那個說第一線的狀況 怎麼怎麼辛苦 或者說在PTT上都會說 我昨天做了一個夢 夢裡 夢裡是怎麼怎麼樣 然後後來夢就醒了 情況 對那這些就是比較 不正常的樣子 那但是在企業裡面 我想比較沒有公務員服務法 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 只要是有興趣 讓第一線的朋友 能夠參與這個 共同創作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是會 很有興趣來做 共同創作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把你的顧客 變成你的共同創作者 那這個 其實公務員下的班 也是公民嘛 那各位的第一線的員工下的班 也是顧客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的想法 我覺得也可以多參加 在裡面 這是主要要提醒的 如果要對標的話 就是對到第一線的人員 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對 想這個就不回答 OK 好 不好意思 沒有禮貌 因為我們現在兼職 都是要院長簽合 那院長簽合 他就要我justify這件事情 所以我目前確實是 三個國際組織有職位 但是每一個都要寫 常常一篇說 這個外交理由 是怎麼這樣子啊 就是我國外交處境艱難啊 所以參加國際都邊的活動的時候 或可使用另外的身份參加啊 為我國爭取最大智能監督啊 什麼之類 每次都要寫一篇非常長的啦 所以我們目前在國內 我還沒有幫任何組織 不管營利或非營利 但是這個職位 主要就是因為要說服院長的話 可能不是只是寫一頁A4那麼簡單 可能要寫兩三頁吧 所以我現在想到這個就有一點頭痛 所以不是說技術上一定做不到 但是它需要付出滿大的真實成本 所以我現在目前還沒有這個想法 在這一點上面兩個配合的 是是是是 確實是這樣子 因為之前在那個商周寫專欄嘛 大家可能有看到 對 那個我都已經是沒有寫稿 沒有稿費 而且還是用CC授權 拋棄著作財產權 任何其他媒體都可以引用 那而且寫的都還是我本質相關的事情 那但是即使是這樣子 在管仲敏老師的案子的時候 我還是被拖下水罵了一番 那就是那件事情也讓我發現說 現在就是這個言論環境 對於公務員兼職 確實並不友善 那如果要真的要改的話 應該是從權序部改起 不是說我自己好像就是 以身犯險那樣子的做法 那所以我們當然會跟人總權序部 繼續協調這件事情 但這需要通案的改 而不是說我一個人只會養 非常好 謝謝 好 謝謝政委 因為政委待會呢 還要趕到新竹 所以呢我們再問三個問題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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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哥 敏哥那邊一個 等一下還有Alice 那等一下看還有誰一個 好 OK 那Avelyn 敏哥 敏哥不好意思 請到一個私人新聞 考慮過養 考慮過養小孩嗎 用你心中的飯粉 飯粉 我是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課卡會委員 所以只要是人類的小孩 都是我的小孩 謝謝 謝謝 好感動 好感動 委員問一下請教問題 因為您是政務委員的身份嘛 其實說各部會其實都 其實在行政院算是很高的位階 那剛剛在您的分享裡面 我想您都很不鞠躬啦 因為這麼多的案件的成績 其實是跨部門 跨部會合作的一個成果 那我想請教一下說 其實在您剛剛說明過程中 您都是用一些溝通 或引領的方式進行一個 不管是政府組織或是社會的一個 引領這個改革的情形 那因為我們公司正好也在推行 一個發展式領導的一個方式 因為HR這邊我也有負責這一塊 我想請教一下說 難道也在這溝通過程中 沒有遇到很牛 很沒辦法溝通的人 那您有沒有什麼溝通過程中 或引領過程中失敗的案例 這是第一個我想請教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我想工部門是一個科程式的組織 從科長、客員到您剛剛說 各部會的首長這一塊 到您說事務官司 可能是政府組織最高的一個 行政的一個組織這一塊 他們一開始都一個 在政府我想跟我們 跟我們企業一樣都一起很科程 而且很固化的一個行為 那您在引領整個政府轉型過程中 您的經驗可不可以分享 給我們進行企業做轉型 我想因為台灣企業遇到一個問題 慢慢在轉型過程中 會從一個科程式組織 慢慢變成一個可能發展 或是領導這樣子 激起人每個夥伴 他的自我自願的一個自主性這一塊 我想您也是用這種方式 讓各部會發展他們想要發展的東西 激起他們想要跟社會溝通 跟平台溝通 甚至做到最好的一個 色情溝通這樣的行為 那我想這兩個問題可以 麻煩您也分享給我們接下來的經驗 沒有問題 我想溝通失敗 最主要的原因其實是 我沒有辦法進入對方的設身處地的狀態 去看他眼中的世界 這我跟指揮官學到非常多 指揮官大家知道說 當然他不是一開始口條就這麼好 他一開始每天開信者會的時候 就是他是經過這個嚴格的集訓 慢慢變成現在這樣子 但是他的態度一直都是一樣的 就是任何時候聽到一個就是很離經叛道 而且聽起來就是不是有誠意來溝通的 這種問題的時候 他一直都是就是笑笑的 然後會說這個 你早先講嘛 委員你教教我們嘛 那我們一起來想一想 這個問題很好 之類就是他都是有一種 雖然他是指揮官 但是並沒有來指揮你 但他這樣子一種感覺 而是說如果你真的想到一個 真的很好的想法的話 他願意聽你指揮的這種感覺 那這個真的不容易 那但是也是溝通的最基本 那我記得之前有幾個 好像小學生問指揮官說 就是某一些記者 他問的問題真的很荒謬 難道指揮官不會覺得這個很荒謬嗎 那連小學生都覺得很荒謬啊這樣子 那指揮官就跟這些小學生說 你們要想一想 從他問這個問題的角度來看 他一定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你要知道他到底是什麼 你要先進入他的那個角度去看 那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溝通的最最最基本 所以我如果覺得溝通不順 溝通不良 沒有辦法聽得懂等等 我一定覺得是我的問題 那然後就會開始花一些時間 實際去可能他的生活的環境 或是他的社群裡面去瞭解到說 他到底是因為什麼 有他堅持有他在意的事情 然後直到我也能夠幫他倡議 就是我能夠選他那邊站 那只要那樣子的話 我跟他就是好像肩並肩的關係 就不是獨立的 就是對立的關係 那這個時候 他慢慢就會覺得說 他覺得重要的事情我有聽懂 那這種專注的傾聽 其實是比拍桌子還要有用 因為當你專注著 從他的角度傾聽 而且一直到他講完位置的話 你順著他的這個思路 提出來的這個溝通的想法 對他來講就是好像 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是如果是在對立的角度 拍桌子的話 也許一時他覺得很重要 但是就是編輯效應遞減 第二次第三次 第四次拍桌子 越來越沒有用 但是這以他的角度 順著他思路去提出這個延展的話 每一次那個編輯效應是遞增 是越來越有用的狀況 所以這是第一個問題的回答 那第二個問題的回答 我覺得課程制度 它當然是確保說 每一層真的都有人負責 所以傳統上面的accountability 就是單向的對內交代 就是所謂的課責的這個階段 那這個課程制度是有幫助的 但是現在的我們的困難 就是說大部分的事情 不是只有對內交代就好了 大部分的事情 你也要對外 而且是你還不認識的陌生人 就是不特定利害關係的人 也要對他給出交代 那這個時候這個accountability 就變成比較像 mutual accountability 那這個時候 就必須要主動的去當責 那這是為什麼現在很多 本來翻課責的教科書 慢慢都翻成當責 因為要強調那個主動性 但這個主動性 它必須要有足夠的餘裕 才可以做 不然他就已經很爆肝了 很累了 睡眠也不充足了 他怎麼可能去當責 所以要先確保一個 良好的工作環境 讓他覺得安全 讓他覺得說 我主動的出來說 對不起我搞砸了 那這個情況下 他不會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就受到懲罰 相反的 他說不定因為這樣的關係 得到獎賞 那這個時候 就是真正最後的政治責任 當然就是要政務官來負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說 在我這種協調 像剛剛電競啊什麼 如果要成功了 那一定都是他們的功勞 就是我會講述哪一個 不會做得很棒的事情 但如果最後真的搞砸了 那都是唐峰的錯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大家就願意當責 因為這個時候 他的political risk 是由我來吸收 那他們只要去 給出交代 給出full account 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 對於領導者來講 這個其實是很古老的 一個領導方法 叫Servant Leadership 就是不認識的領導 那這種領導方法的意思 就是說 我就是如果大家完整的 就是彼此互信很好的話 我什麼都不用做 但是如果任何地方開始 就是有缺人訂披薩 缺人倒咖啡 什麼就是我很願意補上 就是沒有人坐的那個位置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跟所有的部會的朋友 都是協作合作的關係 而不是好像由上而下 命令他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領導的做法 大概就是這樣子 謝謝 Everly Everly 委員 您好 我是Everly 那第一個 第一就是首先 純粹來這個提問 是要向委員您表達我對你的愛意 下方告白就是 因為其實我本人是唐鳳的信徒與腦粉 那剛剛 標哥有談到說看到你 就很像看到神一樣 我非常能體會 因為剛在外面看到你的時候 就差一點直接跪下了 然後現在是我同事把我攙扶住這樣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其實我跟剛才談到一般的網友 一樣的無聊 常常會專研一些唐鳳的問題 例如說 唐鳳的頭髮這麼柔順 他們護髮 唐鳳的心智是不是 是不是拿比特幣這樣子 那其實您在博恩夜夜秀也有談到 網友對於你腦空的問題 反而是把他的碩士論挖出來 那說其實會腦空的是博恩 那當中其實談到 您的傑出的表現以外 其實我更欣賞的是您的幽默感 那想要問一下 您在入閣之後的工作 那其實常跟你一起工作的同事 在行政院剛談到部會裡頭 都是可能年齡稍微 比較資深一點的同事 那您有沒有遇到比較厲害的 所謂的 就是Rigion Gap這樣子 那例如就像我們會遇到 怎麼讓老闆知道 什麼是民營 誰是九恩爸爸 這些跨世代 是是是 OK 非常好的問題 不過只有就是年輕人 小孩子就是有他的次文化確實 不過雖然這個年輕人小孩子 比較會去看鬼滅 那但是只有成熟的大人跟長輩 才看天叔叔徹徹 這你還是可以找到一些 真正跨世代的梗 真正跨世代的梗 那像我們衛福部的總裁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那總裁是一隻柴犬 非常的可愛 那他就像神獸幼子一樣 是真有其狗 他不是就是買圖庫來的一個照片 他是真的我們衛福部 開放政府聯絡人家裡的那隻狗 那所以我們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是每個部會都有一些人 像國會聯絡人士跟立委 媒體聯絡人士跟記者 那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是跟這些梗 跟這些梗相處 所以他們的作用就是像你說的 就是要把民營這個 概念 確保他們整個部會 從部本部到業務機關 都要被民營所圍繞的 這樣子一個民營大使 的這樣一個形象 那衛福部那一位 我覺得是真的很棒 就是他跟指揮官的互信非常好 那因為我們知道指揮官的人設 是不可能去拍一個什麼 嚇到尺手手的那種照片 這個跟他人物設定真的差太多 那但是就是他們真的很需要 就是不要嚇到尺手手 要戴口罩 口罩是主要是保護自己 免於自己沒有洗過的手 碰到自己的嘴的 這個概念去傳播出來 所以指揮官比較不方便 擺的pose 那時候都交給他家裡 那隻柴犬擺 所以這個 衛福部看到這個聯絡人 就是在民營文化 就是包含他的柴犬 那跟指揮官中間的一個橋梁 那指揮官隨時想到什麼 那不適合由指揮官來發表的 那他就趕快 因為他家就住離衛福部不遠 他趕快跑回家 然後拍一個新的他的狗狗的那個 然後就po上網 不像海巡署還要付那個授權金 他都不用 隨時擺一個新的pose就上網了 那反過來 像1922 有很多人打給1922 那大部分都是co-center人可以處理 那有些真的沒有辦法處理 好像小男生打來說 我的同學都有藍色的口罩 但我只有粉紅色的 我不想戴粉紅色上學等等 那這個1925無法處理 所以馬上就上升到指揮中心 那也是衛福部指揮開放政府聯絡人 當機立斷馬上就告訴指揮官說 你隔天一定要就是戴粉紅色的口罩 去開記者會 那當然他一戴這個所有穿配型的都戴了 所以大家就突然發現一片粉紅色 那當時也有很多社群媒體行銷公關公司等等 他們都把他們的品牌也全部變成粉紅色 有一陣子全部被染粉紅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這個就讓口罩在台灣的 就是有一個積極意義 不是只是好像保護健康所以戴 而是說我要就是粉紅的 當然現在彩虹的夜光的 什麼豹文的 什麼還有的沒有的 現在非常非常多 那這個情況之下 他就變成我們dress code的一部分 那這個時候當然口罩的就是普及率又更高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非常積極 非常好的事情 那所以從指揮人的角度來看 這個他的policy goal 就是他要提升戴口罩的人的比例 這個是可以靠民營來增強的 所以這個時候這些年輕人 他就不是只是為了耍帥而去使用民營 而是他真的能夠達成公共治理的這個目標 那所以對長輩來講 這個時候長輩反而就很願意去跟年輕人學習 因為他要做的是他一個人沒有辦法做到的這個policy goal 這個政策目標 大概就這樣 謝謝 好非常謝謝各位的提問 因為再追問下去的話 時間會來不及 所以必須要做個MDR留給董事長 因為董事長在對岸裡已經做那麼久了 他一定有很多想要給政委員這邊做反饋的 那董事長把時間交給你囉 好 感謝我這裡將近兩個小時的分享 我想我們真的會學習得非常多 那我這麼說 你應該是我們王平知識演講的第一次全程策略的演講 因為我們過去的演講 他做到車座我們是說 我們看到背後的問題 背後的原因是 你幾乎是幾乎完全透明的錯誤 因為我想你 我想你應該不是只有這場車 都是應該說為什麼 每一場都審 每一場都審 對對對 那這讓我們看到就是內心的強大 因為要做到完全透明的錯誤 實在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因為要用膽地面對很多完全的被解釋 但是這個過程我想全世界大概沒有機會做得到 我們在台灣的關照的時候 我還真的沒看到有這樣的一個行為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除了你內心的強大之外 還有還有一個就是我沒看到 這將很有助於你在政府部門工作的溝通 因為我想政治裡面導師有很多異議問題 那麼這個因為你越透明就越 別人就越沒有機會去攻擊你 因為你這麼透明還有什麼都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對你來講未來的發展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作風 那另外 在今天年的學習 我在想 你這個 上一百八嘛 上一百三 我就在想說 我那一百三跟一百八 到底差距在哪 因為你睡得比較多 我睡得比較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些是瓜葛 所以 難道還可以跟他關火 已經講到我的智商的發展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另外其實 我第一名要去休養 因為我們剛剛小學 小學六年幾個都是空底的 但是我們又去把他 那第一名的 什麼 太好了 那 那 但是我覺得 我有比你優秀的地方 就是 你十年呢 換了四個學校 沒有寫過書家作業 我每年都有寫書家作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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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經文 我們從小 另外也看到你的格局 除了剛剛那個 Alice 有問到 就是說 當你公分不了的時候 你把他反覆 這是我自己的問題 我沒有設身處地 那就怕你才想這些事 我覺得那是格局的問題 我們也看到另外一件事 我問你那個被罷的過程裡面 你竟然是把他分析成 這是一個結構性 社會結構性的問題 就是社會期待的結構 欸 這個就 這就是格局 就是 一般人 談到自己被欺負 或者被 把他 然後拿角度來貴罪 一些特別的原因 或者是 對方的問題 但是你就把它分析成一個 就是社會結構的問題 那就是看自己格局的角度 你這樣會看到 就格局的 我們看到 在你身上看到哪些東西 另外就是 我們對你的 對您的期待 因為您進來進入格 我們希望就是說 未來那個數位 在政府部門的 它是應該要被提高的 因為 你要 就是 地位提高 你才能辦法做到超前部署 而不是 現在我覺得 現在目前的數位都在支持需求 就是 有什麼需求 它寫出它去幫助這些問題 包括剛剛講的 很多這方面的例子 所以 你為什麼在 政府 很多的 很多的部門 它不會對你有 就是有一定的 一定的狀況 因為 你都在幫他們解決問題 但是 數位在目前的趨勢 跟環境上 它不應該是一個支持需求的部分 它應該是 提升到一個超前部署 我記得在 三四年前 那時候我們公司的同能力有到 芬蘭 那時候他們跟我們講說 他們已經 大概希望如果有三道 然後能夠消滅貨幣 也就是說 未來只有電子貨幣 沒有市值的貨幣 那我覺得現在目前進場的情況還多 不過 他們在數位發展上的部署 是比我們真的 其實已經賠償得多 所以我想就是說 數位這一塊 因為 大家都知道它是個趨勢 但是它不應該是一個支持需求 而是應該超前部署才對 所以我們都很期待 這個部門將來在政府單位 大概的地位應該是要被提高的 另外其實我有很興趣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現在目前 我不知道你知不清楚 因為我們還接觸很多 包括現在目前 新政院長在一起的 就碰到他們 我們看到他們 現在目前 我們執政之後 在執政後 碰到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他跟我講是 最大的問題是 好的人才會移入的 那真的台灣目前的交流體系 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台灣的好的學生 好的優惡水學 都去考醫學院的 那你像他跑到一圈去 剛問了真正一圈的學生 能夠服務的人 其實不多 那甚至有一些好的人 才跑到 跑去做生意 那做生意 影響還是有些 譬如說 好,我們坐在 好,就影響去救你 我們 大概公司大概一萬多米同仁 這樣設立 影響數有一些人 真正好的人才 一定是商業再到政府單位去 因為他才能改變國家 改變政策 改變社會 所以 如果人才沒有把他進到政府裡面去的話 對整個國家跟政府的貢獻 是有限的 影響力會有限 所以我們看到 你入口到是說 是不是很高 因為像你這樣優秀的人才能夠 在政府單位裡面 財政能夠影響到國家的發展 和真正的發展 但是這是個大問題 就是 不能只有一個湯泊 我們希望未來要有很多的湯泊 讓我們的國家發展 潮流幫助都會回來 另外一個就是說 說英靈的格局更高 但應該不僅僅在數位的政策方面的維化 對於國家的發展 社會的進步 以及公共政策 甚至我們下一代的未來 這一塊 我相信你真的有更多的雲見 我會在你身上看到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你未來應該 不要只有白人 待在這個數位的政委這個位置上 希望加拿大力黨會有更高的發展 你能帶動整個台灣社會的進步 最後一件事就是 你今年應該還多40歲吧 對 應該39歲 對 39歲 因為你跟我剛好差了4年 你是八一年出生 或是六一年出生 所以我們兩個剛好差20歲 當然 如果你年以來看 你是還年輕 因為我們都要慢慢退休了 所以但是 我覺得那個年輕不是障礙 思路才是障礙 但是我們在你身上 看不到有思路的問題 就是 你對新思路的那種學習 跟思路的傾心 還有創新的思路 都是現在目前政府組織部門上見的 那 台灣在這一塊人產 真的是 我也稀缺 所以我才說 你未來的 我們跟其他就說 你怎麼帶動 台灣都有更好的人產 我們就有一個 把台灣的建設更好 這才是我們 大家記載 就你常講的 我們的軍用慢慢影響到下一代 當然不是 不能影響到下一代 不能 不能洗身下一代 可是 我們應該為我們的下一代 讓他們看到未來 現在台灣年輕人 都是看不到未來的 他們覺得 沒有希望 包括我們現場 要做個公留生 大學剛畢業的 都他覺得 我努力沒有用 因為 我的薪水買不起房價 我的薪水沒有保證 我未來 讓我享受過我的生活 這是一個 整個台灣環境的 社會環境的問題 但不是自己的企業的問題 所以這些 靠企業是沒辦法解決的 那一定要靠這個部門去對話 讓台灣跟你回來 更勇氣之力 所以我們也希望 你不應該不禁止於 留在這一個 數位的 提升文字的位置上 我們希望 將來能夠 更上一層樓 把台灣建設更好 這是我們的期待 是你今天給我的 謝謝你 謝謝 謝謝董事長 非常謝謝董事長的捷運 也非常謝謝 鄭偉人的到來 我們用最熱的掌聲 來再次謝謝鄭偉 謝謝 董事長你可以下線 好謝謝 謝謝董事長 謝謝 拜拜 拜拜